每天吃一瓜风批结巴巴巴 袁冰岩公司偷水税被罚97.8万元仪式曝光后 他本人不道歉不表态就跟没事人似的 这样的态度算是彻底激怒一众网友 其实哪怕是转发工作室道歉声明也可以 但袁冰岩至今毫无作为 也就导致抵制他的呼声高居不下 就算袁冰岩提前退出公司妄想躲过法律 目前来看也逃不过行业内对他的软风沙 杨幂龚俊主演的 狐妖小红娘月红片中涂山雅雅一角 已经把袁冰岩换掉了现在更换为助续单 换掉袁冰岩之后 现在的情况是四个主演三个来自嘉行 所以有网友说这部戏变成了嘉行大礼包 甚至质疑袁冰岩换成助续单之后 会不会因此影响这部戏的整体评级 首先女配不会影响到作品评级 大家什么时候见过哪部剧是靠女儿来提咖的 男女主才是关键 不要本末倒置了 狐妖小红娘就是S家 其实不管女儿是袁冰岩还是助续单 都是想靠八五花带再进一步 袁冰岩如今算是止步于此了 不过他家团队现在也没在闲着 被通知换缴之后 私下还在各种营销发通稿 想要把偷水漏水歪成圈内竞争背下黑手 只是要说助续单落井下石空降强柄 真的说不通嘉行那边都冷落他很长时间了 他可没这个能耐 至于杨幂在袁冰岩翻车之前 他对这位后辈一直是有拉拢之意 现在闹得群情激愤他作为女主 就算是给自家艺人做了引荐 也可以说是为剧组救场没什么好指摘的了 感谢收看